今天3月10号2024年 是能源经第261讲次 建文在卷8509页第4行 今天继续讲六交报 四者为报遭淫恶果 此为夜交 则临终时先见铁网 猛艳赤裂 终复世界 王者神士 下透挂网 盗悬齐头 入吴间狱 发明二相 一者吸气 结成寒冰 动裂生肉 二者吐气 飞为门火 浇烂补水 这个是舌头 舌头可以吃众生的肉 舌头也可以骂人 也可以说谎话 也可以搬弄是非 也可以说俏皮话 所以这个是舌头 它是煮饭 其他的五根就是共饭 就是帮凶 这样子在舌头上面照业 时候的时候 会先看到大铁网 这个铁网是被火烧得很热的铁 所以这个铁网是很热很热的 这个铁网呢就是周富 整个世界都是大铁网 所以神是他就挂在这个铁网的上面 因为这个很热很热 而且被铁网困住 所以这个神是就想逃走 可是逃不走的 所以到最后时候呢 他是头是向下 然后他的脚是朝上的 是倒挂在这个网上面的 然后就直接掉入到无间浴里面去受爆了 在地狱受爆有两种的情形 第一个是吸气 吸气这个气都是寒冷的 所以就结成寒冷的冰块 身上就冻裂了 我们都知道热当冷缩 所以这个寒冰就把身体给冻裂了 身体就冻开了 皮开肉绽的 第二个是吐气的时候 它是变成大门火 吐气的时候是大门火 这个火也会把自己的身体的骨髓 都是还有其他的肉啊 都已经烧烂了 如是常味 立常 则能为成为人 立见 则能为然 金石 立听 则能为力 兵刃 立习则能为大铁龙 迷腹国土 立处则能为功为剑 为弩为舍 立丝则能为非 热铁从空雨下 石头 它是煮咸饭 这个时候 它的受爆 受的苦 是能成能忍 因为不管你说人家的快话也好 还是造谣声势也好 还是吃众生肉也好 你时候受爆的时候 被用刀子一刀一刀的割去我们身上的肉 还是被很高热的铁器烹煮 这个都要承受 都要忍耐的 在眼睛上面说爆 是看到大门火把金 属类 还有那个铁 还有石头类把它烧了 就是大门火去烧金属类 还有烧石头 变得很烫的石头 这个金 除了金 以外 还有铁 铜 锡 这个等 金属类 在耳朵上面 会听到 很利的刀剑的这些 相碰的这些声音 在鼻子上面 能够嗅到大铁笼 这个大铁笼是很热的 而且感觉上是有那个嗅的味道 生嗅的味道 这个大铁笼也是覆盖的整个空间 在身体上面的受爆 感觉上好像身体被弓跟剑射一样 很痛苦的 在思 就是在我们的念头 在心上面 就是感觉 好像有很热的铁 然后从天上像雨一样的降下来 五者 触爆遭隐恶果 此处夜交 则临终时 先见大山 四面来河 无腹出路 王者神势 见大铁城 火蛇 火狗 捕狼狮子 牛头 玉竹 马头 罗刹 所执 枪朔 驱入城门 向无监狱 发明二项 一者河处 河三 敌体 骨肉 血溃 二者 离处 刀剑 畜生 心肝 涂液 这个是身体上是 作业 造业 这个身体是 煮饭 其他的五根是 帮凶 他在死的时候 身体上所受的爆 就是先看到有很高的大山 从四面而来的高山 然后这个高山就往里面的巨壳往里面靠 这个时候你就想要逃也逃不出去的 神室呢就看到大铁城 然后有火蛇 火狗 还有 狐 狼 狮 狮 狮 还看到牛头 玉竹 马头 罗刹 牛头 马面 这些 手里拿着 兵器 然后把你赶入 这个大铁城里面 这个大铁城 就是 无间地狱里面 在无间地狱里面 会有受两种爆 第一个是 身体 好像被山 被四面八方来的山 然后紧靠近 然后把你压成肉饼一样 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的hamburger一样 把你的身体压成肉饼 第二个是 狸 就是感觉上身体有被刀剑 把你的肉一块一块的 把你切除 离开你的身体 还是把你的五脏六腑挖出来 所以就是心肝 涂裂 是这种感受 非常的痛苦 如是何处 利处 则能为道 为观 为听 为暗 利见 则能为烧 为弱 利听 直能 为壮 为疾 为智 为色 利息 则能 为瓜 为带 为考 为福 利长 则能 为耕 为钱 为斩 为结 利丝 则能 为罪 为非 为奸 为智 在身体上受的报 就是这个道 就是入地狱道里面 官 就是 言罗王 会来审问自己 然后听跟案 是由审判官来审问自己 在眼睛上面会看到烧东西的动情情 在耳朵上面的时候的话是听到好像有什么东西 木棍啊还是什么的兵器在撞击的声音 还是有拿刀子在切什么的声音 在鼻子上面 它能够 有这种感觉 我们鼻子是 可以嗅味道的 鼻子 刮 就是 用东西 用布条 把你的鼻子 把它捆起来 这个带 就是 让你 很难呼吸 拿袋子把你的头 套上 也把你的鼻子也套上了 然后再来拷问你 所以这个时候就鼻子很不好呼吸 几乎是不能呼吸的 快断气了 在舌头上面 就是你的舌头 被剪掉了 还是被砍断了 这种感觉 在心上面 就是在我们的意见上面 你感觉 好像 飞上天了 然后又 掉下来了 觉得很痛苦 也好像有什么 东西 在煎自己 在煮自己一样 六者 施暴 遭淫恶果 此施夜交 则临终时 先见恶风 摧坏国土 王者神事 被摧上空 全落 成风 堕 无间欲 发明二相 一者不觉 迷疾则荒 奔走不息 二者不迷 觉知 则苦 无量 煎烧 痛身 软忍 这个是 施暴 就是在我们的意根上面 就是我们的心 也就是念头 念头 这个是 主贤犯 其他的五根 就是贡犯 这个时候 所受的 报 是什么呢 在死的时候 先见恶风 就是 大风 摧坏国土 这个国土 就指了这点心 因为我们的 念头是 飘来飘去的 就是属于风 所以先 看到 恶风 来摧息 摧坏国土也好 还是把你的心 摧乱也好 这个就是受报 这个时候 死者的神事 就被吹上天 然后马上 就掉下来 然后就掉在 无间地狱里面去 在地狱里面 有受两种 一个是 不觉 一个是 不迷 不觉就是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 为什么 会来这个地方 然后对于 以前的事情 好像也记不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心里 就非常的慌乱 就是心静不下来 第二个不明 就是 知道 你知道 很痛苦 也记得 以前做过什么事 所以 现在目前的 所受的煎熬 所受的苦 都非常的痛苦 是很难忍受的 如是 邪思 劫思 则能 为方 为所 劫见 则能 为见 为正 劫听 则能 为大和时 为兵 为霜 为土 为物 劫息 则能 为大火车 火船 火箭 劫长 则能 为大叫唤 为悔 为气 劫处 则能 为大 为小 为一日中 万生 万死 为眼 为养 这个时候 意根上面 受的爆 就是你心里 被困在 一个地方了 为方 为所 就是你的心 就被困在 那个地方了 本来我们的意根 就是可以学来 不要去 可以想到 台湾 想到美国 想到到处 去旅行的 所以这个时候 的心 一根 就被困在 一个地方 不能处理 在眼睛上面 所说的爆 就是 见跟正 就是有 夜镜 就是能够 显现出来 就像镜子一样 能够显现出来 你这一辈子 你活着的时候 你做过 哪一些事情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还有证人来 指证你 你做过 那些坏事 在耳朵上面 就是有 大石 来集合在一起 还有 有冰 跟霜 这个 因为我们的耳朵 是属于水 很冰的风 跟 很冰的水 就是结为 冰 跟霜 还有 尘土 尘雾 飞扬 在鼻子上面 受的爆 就是 大火车 还有火船 火箭 这一种的 苦的器具 在石头上面 我听到 大叫唤 就是什么 大叫唤呢 就是 觉得好像 不知道 错了 然后非常的难过 所以就非常的 后悔 以前做过的事 然后就哭泣 在身体上面 会被恶风 可以吹 可以变得 变大了 还是被风吹的 压了 变小了 也可以 被风吹上天 然后 被风吹下 这个羊 就是被吹上天 脸是朝上的 这个羊呢 就是 被吹风吹下来 是趴在地上的 是脸是朝下的 在一天当中 万生万死 就是叉那 叉楼间生了 然后叉楼间又死了 然后叉楼间又生了 叉楼间又死了 所以一日中 万生万死 而那四名地狱 十因六果 皆是众生 迷忘所造 地狱里面的 六果 就是六交报 就是一根 作业的话 其干 其他的五根 他也是重犯 也会受报 所以六根都是受报的 地狱的六交报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 有十种习气 而造了业 所以才要受六种的果报 这个都是因为众生 迷念在于感情当中 就是忘情 只有情 没有理智 所以才会造那么多的业 所以才要下地狱去受报的 就是因为所造的业 别业 然后就是别报 佛这里就是回答 阿难 阿难问佛 且问佛 地狱是本来就有这个地方了 还是地狱是众生 随自己所造的业 然后所受的报 六加报 讲到这里